大家好 哈萨克斯坦这两天又乱了 因为天然气涨价 民众实在是忍不了 集体上街抗议 推翻了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雕像 警察来维持秩序 这些民众一点不怂 顺手把警察装甲车也给点了 现在哈萨克斯坦总统宣布解散议会 国家进入到紧急状态 还把俄爹叫来进来维稳 现在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真的是话术大师 在抗议刚开始的时候 大概有几千人 托卡耶夫说要降低物价 尊重民众意见 得到俄罗斯支持之后 马上转变风向 说境外势力亡我之心不死 发誓要在哈萨克斯坦坚持到底 现在他又把抗议的人叫匪徒恐怖分子 让俄国人对他们大开杀戒 不知道要杀多少他才满意 在这提醒在哈萨克斯坦的小伙伴 如果有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 没事别出门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讲 这个国家好像没什么存在感 就知道是中国的邻国 不过城门失火 殃及驰鱼 要是他们真乱了 搞不好中国也会受影响 所以今儿咱来了解一下这个国家 哈萨克斯坦的国土面积270多万平方公里 跟印度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 横跨亚欧两周 东接中国西靠离海 公元766年突厥部落的葛罗路 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的东部建立夜户国 后来国家被蒙古人征服 并且受到金帐汉国的控制 等到韩国不行了以后 哈萨克斯坦的大部分土地 从金帐汉国分离 成为乌兹别克韩国的一部分 随后一些部落脱离乌兹别克韩国的统治 被称为逃亡者 脱离者 并且逐步就形成了哈萨克族 到了16世纪初 哈萨克族分为大玉兹 中玉兹 小玉兹三个韩国 17世纪中亚墨西蒙古建立了准嘎尔韩国 在准嘎尔韩国的侵略下 小玉兹派遣使团到俄国 请求成为他们的附庸 几年后呢 中玉兹也加入了俄国 至于大玉兹呢 被准嘎尔韩国吞并 到了18世纪中叶 清朝消灭准嘎尔韩国 统一准嘎尔部 解除了哈萨克人来自准嘎尔的威胁 哈萨克三玉兹 也曾先后表示要归顺清朝 特别是这个中玉兹大玉兹 和清朝的关系呢 更为密切 当上了清朝的藩属国 但是到了19世纪之后 沙俄开始对中亚进行征服 其实他们早就寄予这片土地 只是此前有清朝的干涉 俄国不太好 大动干戈 自打鸦片战争以后 清王朝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谁都看在眼里 那就甭客气了 所以1854年 沙俄军队深入到巴尔喀什湖以南 修建军事堡垒 1864年进兵中国西北 和清政府签订了中俄 勘分西北戒约计 割走了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自此呢 今天哈萨克斯坦全境 就都化归了俄国管辖 虽然沙俄征服了中亚各民族 但这地区始终不够稳定 因为中亚地处亚欧大陆腐地 民族错综复杂 相互之间就少不了恩怨 另外这个中亚在漫长的历史变迁当中啊 当地民族已经突厥化了 宗教信仰呢 也都是伊斯兰教 沙俄民族绝大部分属于斯拉夫人信仰东正教 和中亚民族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当地一直是沙皇俄国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1917年十月革命一爆发 俄国陷入内战 中亚地区呢 趁机大肆宣传大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思想 就此想建立一个伊斯兰教的联邦国家 几年之后 苏俄内战结束 苏俄就开始着手解决中亚地区的分裂问题 当时呢 中亚有这个突厥斯坦 布哈拉 吉尔吉查滩 哈拉子摩 四个自治共和国 这个苏联在这几个国家的身上呢 进行重新的化解 分别建立加盟国 弱化各民族的势力 冲淡大突厥主义 带来的这个负面影响 当时的中亚啊 最强大的民族是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 为了打压这两个民族啊 本着这个重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这个原则 苏联一方面 从乌兹别克斯坦中 分离出塔吉克斯坦 另一方面呢 把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北部的大片土地 化给了哈萨克斯坦 另外呢 在阿姆河左岸原来的离海省建立了土库曼斯坦 这样一来呢 就对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 但是新的问题就又出现了 那就是哈萨克斯坦太大 虽然距离苏联府地最近 但不代表呢 苏联对哈萨克斯坦更放心 所以怎么控制哈萨克斯坦 又是一个问题 当时哈萨克斯坦的边境跟蒙古挨着 蒙古呢 成为苏联的傀儡 苏联为此强行划走了一块土地 哈萨克斯坦和蒙古坚决不能接壤 以防止你们有可能联合起来 同时呢 把北方五个俄罗斯州送给哈萨克人 其实呢 就是往这个民族里边掺沙子 表面上看 我壮罢了你加盟共和国的实力 白给你很多人口和土地 你要不要 你不可能说不要 这个便宜不占着王八蛋 实际上你要了之后 你这个加盟共和国国内的人口结构就发生了变化 你将来再想脱离我的控制就没那么容易 事实证明啊 这一招真的管用 到了1989年 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哈萨克族比例占39.7% 俄罗斯族的比例到了37.8% 哈萨克族作为主体民族几乎完全失去优势 长此以往必将被俄罗斯族完全同换 哈萨克斯坦这个加盟国独立之后 首府呢 被设在靠近新疆的阿拉莫图 一方面原因呢 这些这个地方是从清朝啊 掠夺走的啊 这个哈萨克斯坦的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另一方面呢 完全是为了扩张 当时苏联在新疆驻扎军队 新疆由军阀盛世财管辖 苏联给钱给武器 并且驻军新疆帮助盛世财建立割据政权 将来方便的时候呢 也方便通并这个新疆 这话绝不是危言耸听 1950年的时候啊 新疆人口只有400万 但是有20万苏乔 要是给苏联多一点时间 那他们能干出啥来呢 真不好说 是吧 言归正传啊 到了这个苏联统治时期呢 哈萨克斯坦找到了自己的这个财富密码 就是石油工业 从70年代开始呢 围绕着离海石油工业 哈萨克斯坦的经济收入超过了40% 来自于能源产业 到了80年代 由于这个旷日持久的阿富汗战争 和僵化的经济体制 苏联经济开始疲软 中央控制力下降 多年积压的哈萨克族和俄罗斯族的矛盾 伊斯兰教和东正教的矛盾 开始激化 到了1986年啊 戈尔巴乔夫越过哈萨克族领导人 直接任命俄罗斯人科尔滨 为哈萨克最高领导人 引发了当地最大规模的民族骚乱 历史上呢 称之为阿拉木图事件 中央调停失败 最后苏军直接武力维稳 虽然动乱平息 但是哈萨克人对苏联的厌恶 日益加深啊 所以呢在1991年的 这个12月16号 也就是阿拉木图事件 五周年纪念日 哈萨克斯坦呢 发表主权宣言 成为独立国家 国家一独立 原来哈萨克斯坦的最高苏维埃主席 加盟国时代的总统 纳扎尔巴耶夫 担任国家一把手 这个人呢 非常会左右逢源 他非常亲俄 让哈萨克斯坦 得到了政治军事上的庇佑 也向西方表态 绝不跟西方对着干 让国内的能源出口 得到了保障 国家独立之后 国内产生了很多分裂势力 北方俄罗斯组小公投加入俄罗斯 纳总统呢 用极其低调的方式 鼓励俄罗斯境内的哈萨克族回国 同时呢 用各种手段促使俄罗斯组滚蛋 无形当中就完成了种族换血 不仅如此 他在1997年 把首都从东南的阿拉木图 迁到了西北的阿斯塔纳 震慑北方的分裂势力 阿斯塔纳呢 后来改名为努尔苏丹 就是用纳总统的名字 来这个命名的 如果老纳在完成这些之后 及时退位 那他是国民心目当中 一个华盛顿式的伟大人物 但是呢 他被这个权力冲昏了头脑 前后五次参选 在一把手的位子上 坐了24年 直到2019年 才退位 退位前呢 把总统的位子指定给托卡耶夫 然后自个儿呢 在家 当太上皇 权力没了制约 就会滋生出巨大的腐败 2002年就媒体指出 他把10亿美元的国家收入 存到了瑞士银行的个人账户 自己的小女儿是本国第三大富豪 被爆料出来的就这些 那没爆的就更多 个人腐败 加上不放权 导致的政治僵化 必然引起民众的不满 现在民众上街抗议 深层次也就是这个原因 物价上涨呢 只能算是导火线 其实呢 强权政治 确实能带来短期繁荣 但这种繁荣不可持续 老纳要是早一点明白这个道理 早一点交出权力 那今天民众也不至于推翻他的雕像 好了 关于哈萨克斯坦的历史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谢谢大家 来 aç 来在窦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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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